激勵我打更好 為了賺那麼多獎金 為了要換房子給公仔一個家 沒有啦開玩笑片 是開玩笑的啦 就希望在奧運前可以 繼續保持這個高強 就是正確的方式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在東奧可以打出一些好成績這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淒麗 然後今天應該算是我第一次 在大家面前 分享我的公仔收藏 就從我的第一隻入手公仔開始說起 就是這隻白鬍子 這也不算是我自己買的啦 就是因為我生日 算是我生日的時候 人家送我的生日禮物 其實都一直有在看 海賊王跟七龍珠的動漫 然後都很熱愛他們 然後結果他送了我第一隻以後 我打開看 反正怎麼可以做這麼精緻 從此就愛上收公仔 然後就開始先從一些景品啊 就是比較一般的公仔 然後就可以慢慢收慢慢收 收到就是變GK 就是比較精緻 價格比較高一點 對 還滿有成就感的 這隻大概是幾首 大概好像是2018年還2019年的時候 2018吧 然後他就送了我第一隻 開啟了我的公仔復規律 不過最近有點停滯了 因為家裡擺不下來 對不然的話其實我其實還有很多想收的都還沒有收 所以你也收三 對收三年 最近算停很久 應該停了快一年 真的沒地方擺啦 你看櫃子也滿了 這邊也滿了 然後 市場邊人擺的都滿了 再擺下去我就沒有地方吃飯了 再擺下去就可能沒有地方煮菜啊 吃飯 雖然我還不會煮 但是之前的空間都會都被占滿 所以 其實我的那個房間裡面還有五大箱 廚藏是也很多小隻的都還沒開 他們有一個完整的家以後 我再把他們放出來 所以你要換一個更大的家 這是目標 這是目標 激勵我打更好 為了賺很多獎金 為了要換房子給公仔一個家 沒有啦 開玩笑 這開玩笑的啦 是你最喜歡的嗎 最喜歡喔 那應該就這個吧 童年回憶 雖然說我很熱愛七龍珠 但是 這真的是我童年回憶 就是數碼寶貝 而且他很大隻 很精緻 他的這個啊 原本是可以亮 可是他要插電 他還有另外一隻 叫亞古獸 也是主角之一 還封在那個箱子裡 這個是可以拆 因為其實我已經決定好 要擺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太大隻了 一拆 要組裝就組很久 到時候比賽出來 還有機會可以在家裡隔離的話 就把那些留著 慢慢拆 慢慢當作就是 打發時間 這要組嗎 這是你一個人組嗎 我一個人組啊 大概組 半小時吧 半小時 半小時 其實他 對 他磁鐵 像他就是這樣拿起來 然後吸上去而已 然後很多像這些 主要是這個啦 像這也是這樣 這是這樣放上去而已 對 這精緻的 有些是磁鐵 有些是放上去 然後主要 因為他這個底座 其實都已經 都是做好了 所以只要把一些 你找得到他的地方 就把它吸上去 吸上去其實就OK 結果比較怕的就是 撞到或什麼 它應該會 會 一定會斷掉 就最怕其實公仔GK 寄來的時候 最怕就是斷箭 因為他的零件都很細 精細 然後你很怕在 運送的過程中撞到 或是什麼 然後就很容易斷掉 所以你有遇過斷箭嗎 目前我的運氣算還不錯 幾乎沒什麼斷箭啦 是在我舊家有那個 海賊王三大將的收藏 赤犬 因為他的容顏 他有那個D嘛 真的太細了 所以有稍微斷掉 可是有黏上去其實就還好 其實我也蠻喜歡 這隻索隆 蠻特別的 所以第一隻GK的男主 第一隻GK在樓下 在舊家 是三大將 那時候一次 就是他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的三大將 一次收三隻 第一次入手就三隻 因為我覺得他們就是 成套的嘛 對啊 只收一隻的話 另外兩隻就難過啊 我自己也心裡 看了也難過 就很下心來 好 衝 收 因為那三隻是二手 所以他賣我一萬五 他是人家寄賣的 不是全新的 全新的就很貴啦 只是因為二手就 價格就比較美一點 我有檢查過 就其實會收GK的 他們都顧得很好 所以其實不用太擔心 就只要檢查一些小細節 有沒有斷件啊 或者是零件有沒有取啊 其實大致上來講 看起來都不會太長 這兩個是一組啊對不對 這兩個 對這兩個 一番賞 對同一系列 所以這是買這個菜券 買這個 對這很後來才收到 我也是把 因緣機會一下收到的 然後這個 這其實 這武器的 原本我是歌舞技 我想要收一整套 然後找個地方 這樣一次把它擺出來 因為每個都很有特色 只是因為我索隆那時候 猶豫太久 因為那時候索隆 剛出的時候太貴 然後我就猶豫了很久 到最後要收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後來 就陸續收了香吉士啊 羅賓或是 我記得我的白鬍子跟 白鬍在裡面 然後都沒開 只是因為真的放不下了 就把香吉士跟羅賓送給 就是朋友們 大家有愛 大家一起分享 這樣子 比較有趣的故事嗎 公仔 就這個啊 你看 中子系列 雖然大家覺得比中子不好 但是喔 做成公仔擺出來就覺得 別有一番風味 然後還有像這個道戰啊 然後比愛心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有創意耶 尤其是那個 霧天克斯他兩個型態都給我比中子 看過齊榮豬的就知道說他剛合體完 去找文文普屋對戰 然後就用額頭揍人家 然後別人就比中子 那印象非常深刻就很可愛 喔對還有這隻 這隻也很可愛 一拳超人 那是無意間滑到那個 臉書他都有社團 然後他就 一拳超人 然後就很呆啊 然後就覺得蠻可愛的 就把他收起來 還有上面這兩隻 那個安西教練跟工程 就 灌籃高手也是那個 經典 京東的經典 後面這個 一番賞 這一排啊 是從日本運回來 那時候去日本比賽 日本就是公仔發言地嘛 然後都金證 然後 他便宜商店就可以抽一番賞 然後那時候就發瘋 我們那時候我去玩他的夾娃娃機 他夾娃娃機他是這樣 兩爪 他兩爪這樣下去 然後他的 口是圓的 所以你是這樣爪下去拉 然後就一慢慢拉慢慢拉 那時候我記得拉了很多支 超多支 然後再加上抽一番賞 就是這一排全部都是抽回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 原本自己帶一咖大行李箱 還特地去買另外一個 就便宜的一咖更大的行李箱 然後再把那些全部的工仔都裝回來 那時候裝了滿滿整 整箱 雖然這些都是景品 有些樣板都滿經典 像這個啊那個 親子對播 然後這個精神板可以 一開始會有人有什麼意見嗎 一開始 就會覺得說買這幹嘛 就擺在那邊看 我就說真的不懂 這是一種 童年回憶 這是就是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買那麼多 擺不下啊 沒地方擺啊 然後我就 我說沒有 有愛就是要大補 有愛就是要把這些童年回憶 都給他 留起來 誰會跟你講的 家人啊 他說啊 你買那個放不下 擺不下了 對我也知道擺不下 所以我現在也提一陣子了 我還在幫他們找家 還沒找到 我會買這個櫃子主要是 原本這些 這些全部 我是擺在這裡 只是就變得有點 電視牆線就有點雜 有點亂 會有灰塵 然後還要 每天還要拿吸塵器在那邊清啊 我就想辦法 直接買一個櫃子 雖然這樣可能空間 本來家裡就沒有很大 但至少 給他們一個家 這些就比較 要顧得比較勤勞一點 因為擺在這邊就是 要面臨掌灰塵 所以這個有可能 會怎麼保養 就吸塵器啊 就是這種軟毛 毛要軟啊 然後就吸一下 微風稍微吹一下吹一下 但是像那個就不太能吹 因為他的場景就是 類似他 雪 所以他就有點粉粉的 所以吹下去可能就 就沒 就沒血了 沒有就可能就對 對我家裡可能就 就等於亂 可以問一個分 對 有工作過的 在工程上會畫的多少錢嗎 總數 我真的沒有算過 真的沒有算過 對這個 這個 不好說 這個 不要去細算 算了自己也會 也會難過 我就覺得 課次一點 所以我最近 休息一下 把它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對 他只是換了個樣子 陪著我 所以主要是看 那個 海賊跟七龍珠嗎 對 其實看很多啦 只是我收 先收這兩個 因為 七龍珠真的太經典 對啊 海賊是因為還在跟播 而且他做得真的很讚 你說像 火影忍者 他更 太誇張 他角色太多 他名人 他名人佐助小 幾個就 好幾個班 因為你一收就會想要 所有人都收嘛 你才完整 你不可能只收幾個幾個幾個 對所以 就其他的都還先不要涉獵 就偶爾像收幾個 像灌籃高手 其他就稍微稍微接觸一下 主要還是以 這兩個動漫為主 可能 比較沒看過就說 這不是每個人都長一模一樣 我說哪有 差那麼多 他們就說 頭髮不都這樣尖尖的 然後臉都一樣 就長一模一樣 到底有什麼 我說沒有沒有 每一個都是代表 他們每一段的故事 看到這個動作 就算他在哪個場景 然後那時候童年 那時候回憶 就浮現出來 前陣子出那種 都很會 前陣子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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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你看神龍 我就用幼稚的花花代替就好了 還有燒燒果實跟蕎花 對那時候看到這隻神龍 然後這玩我會覺得 欸好像還不錯 另外一種方式搜 有啊神龍就搜了一隻 小小的小小隻的神龍而已 這隻也很可愛 他還有筆血 是不是因為他還要黏 他這裡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他其實這樣可以拿起來 然後他這樣 他可以這樣拿起來 然後這裡會噴鼻血 只是我就 我就 我就沒有把它放上去 沒有把它放上去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也蠻可愛的 這就是比較戀民款 對 對 蠻有特色的 那你平常會看那個嗎 別人開箱 之前在搜的時候 就是會看 看一些他們 Youtuber 尤其是什麼 孫生啊還是 陳寧久啊 阿嘎 阿嘎開那個打盒 那真的超帥 還有他那個龍拳 龍拳爆發 龍拳三代 那個我真的蠻想收的 只是 沒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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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他 可能在空前的時候 坐在 等座那邊看看 然後他就看到睡著了 我最常的姿勢就是這樣 坐在這邊這樣躺下來 然後就這樣看 然後 然後我有看一下電視 就看一下公仔 然後這樣看著看著 就很滿足 尤其是那時候 隔離的時候 我們不是去年2020全音 打完回來 然後隔離 那時候我在自己家隔離 那我就開始開箱公仔 然後把這些整理一下 然後常常 因為早上起來 完全沒事嘛 我早上睡覺 可能十一二點起來 吃了一份早餐 吃了一份早餐 第一件事坐在 今天這樣發呆 看著公仔這樣發呆 很滿足 真的嗎 很多人陪我 很多人陪我 沒有啦沒有 就 會無聊的時候就 剛好這視角這樣看過來 就是公仔 對啊 你說 沒開箱 我也開箱 那先看這邊 這個就是 好像是那個霧飯 很大隻的霧飯 然後這個是 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歌舞技的 那個白鬍子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有時候都忘到 我自己都忘記了 啊 卡普 那個就是同個系列 BBT Studio的那個卡普 就是跟我那個三大將 然後還有戰國 然後這卡普 他是一隻很大隻一隻狗 他也很可愛 我也沒機會猜 啊這隻就是那個 數碼寶貝 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雅骨獸的 然後就是我還沒 懶惰拆的 對然後這隻 你看這個 這一箱我完全不想面對 太大了 然後 對啊 然後我已經送 兩箱出去 因為不然其實這邊 還有一箱 一箱這樣子 然後說啊 沒辦法 太多了 啊剩下的就是 可能就是 廚倉室裡面 可是廚倉室比較難拍 就是一些小隻的啦 比較算 比較小隻 我都先把它擺在這裡面 就一些小隻的 像 那流川鋒就是 那個 灌籃高手裡面的小隻 可愛Q版的 然後還有赤木也在裡面 然後安西教練 然後 有些都 還沒拆 想說 先 先放著 等我有時間 一一再來把它們 放出來 漸漸四面 這邊這些 都在上面 有有有盒子 我都 我好像 我盒子我收在 啊對我收在這邊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盒子 這 還有價值 對啊 對啊 然後 這邊也是 一些盒子 啊這個 這個行李箱 就是我說我去日本 裝公仔回來的 戰利品 然後這些也是一千盒子 這邊啊 這邊就 這邊一些啦 就主要是這邊 這邊 就是一些雜物 然後跟 這邊吧 上面這裡 對 就是 想辦法把它塞進 人塞就塞進去 這樣子 日本這邊是很好講 很好講 沒有就是 比台灣 台灣三爪 然後你還要什麼 倒爪還是什麼 然後你才把它 對啊還要甩啊 然後什麼 因為我比較不會 你知道嗎我沒有那個技巧 它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抓到 它就是 很邊邊 然後它就會晃一下 晃一下 晃一下就會 因為它是這樣擺 然後你往這邊拉 然後倒了就掉下去 所以就還蠻好玩的 你如果追你 角度抓得好 它的爪夠有力 拉起來 其實它就會動很大屁 大概 運氣好的話 三到五次 就可以中一隻 抽過幾隻 很多次耶 就 像在台灣其實我去 因為我一開始收的時候 像有幾隻都是在萬年 然後萬年又有一半傷 對然後有看到真的喜歡了 就 就抽吧 主要在日本抽 其實在日本也沒有抽很多啊 就是運氣還不錯 就把這一系列全部抽了 這個非常困擾我 這什麼G賞 你看這個 什麼杯子啊 然後這什麼小碟 這個這個這個 什麼小碟子啊 煙灰缸喔 然後還有這什麼 毛巾 這毛巾我覺得還不錯 你要不要帶姐回去 還有這個小杯子啊 這小杯子還有這個 對就很多啊 像這小杯子其實 對 這些小杯子 後面的小杯子啊 就是那個抽一番賞的那個 戰利品 這些也是啊 對啊 你有沒有興趣 像這些 毛巾啊 像這還不錯 我覺得這小毛巾還不錯 非常歡迎 給他們一個家 去年這支很帥耶 蛤 去年這支 對啊幾年 早很久會出 這是幾年吧 這支啊 對啊 這是去年那個嗎 去年吧 對去年 因為我已經一年沒有收了 不要再抽 沒有抽到 有時候抽就是這樣 就跟有時候 對就是一種 賭性堅強感覺 就是你抽不到 我就是想要抽到 然後就 不要說了 大概幾抽會收收嗎 抽到 身上沒錢再抽 沒有啦 就是 大概兩 一次就五抽嘛 一次可能最低就五抽啊 因為五抽 然後抽個兩三次 真的沒有抽中就 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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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 走了走了走了 不要假了不要假了 再抽下去又破產了 不要再抽了不要再抽了 不行 其實因為 很久沒比賽的時候 所以 你也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說 我們泰國去 狀況到底會怎麼樣 而且我們去年 算是對我們 也是去試試看我們 因為我們從 2020年全英過後 到泰國已經 將近半年沒比賽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們 那段時間訓練的 狀況 或是調整的狀況 到底是 就是方向到底是 對還是不對 而且我們泰國那時候 第一戰比賽的第一場 就是打丹麥的那個 現在的第一男爽 對其實籤表算很硬 我們那時候第一戰 每一場都很硬 其實我們也沒有想過說 可以這麼順利 就真的拿 而且還是一千等級 雖然說 可能 日本跟 Kevin 印尼那組沒有來 比賽也是算 蠻高 蠻高張力高強度的 對所以 可以真的結束 我拿到第一個 一千的冠軍的時候 其實我是 有點 讓你自信啊 不可思議 然後也蠻興奮 之前知道說 一千等級的比賽 像是拳音啊 還是 有些比賽不是說 我那個盤子嗎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 第一戰打到決賽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是第二場 我第一場結束的時候 我就跑過去看一下 說頒獎的時候 他有沒有盤子 就沒有 還是獎牌 然後弄到最後才知道說 是年中賽的決賽 就是冠亞軍才有盤子 那時候蠻希望說可以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個 很有質感 蠻希望可以 達成一個里程碑 那三戰打下來 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第一戰真的拿到冠軍 第二戰的時候 千韻還不錯 就抱持著平常心想說 一步一步來 而且其實 第一次在那麼高強度的比賽 連續打五場 其實在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已經有點疲憊了 而且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還先隔離 所以其實 在比賽前的訓練 不是那麼的正常 雖然他是有安排訓練給我們 但是因為有時間限制 所以其實練起來 還是有點受限 對所以 到第二戰的時候 其實疲疼感 就有點跑出來 在四強 我們還打到阿珊跟賽鐵阿灣 對然後 決賽打那個 阿倫恰他們 都是很難打的組合 尤其是四強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之前 對戰賽鐵阿灣 他們好像已經 二連敗 三連敗吧 對所以其實 可以突破的時候 對我們信心算是滿大的 然後在總決賽 到第二戰 也順利奪冠 在總決賽的時候 其實小組分出來 但三戰的運氣其實還不錯 有期望啦 而且我們四強 重新抽籤的時候 再次收到英國的組合 相對 相對另外一邊 因為是賽鐵阿灣打 徐承來他們 相對比起來是豪打很多 但因為 自己也給自己壓力比較大 加上英國也 他們就是很敢打很敢拚 所以其實就打起來 就是有點 因為內戰其實綁手綁腳 而且加上身體也疲累了 然後真的 贏的那一瞬間 我心心想的 終於過了 然後第二個想法 耶 我有盤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盤子 真的滿有質感的 對 然後決賽的時候 再度遇到賽鐵阿灣他們就 因為前一戰才打過 所以其實 記憶還滿猶新的 而且我們其實 說真的 打到第三戰大家都累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戰術 就是用 我們年輕嘛 用力量跟速度 想辦法去 去 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壓制他們 因為畢竟他們經驗真的太好 跟他們打技術球 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對 好險就 好險我們比他們年輕 對 所以可以撐得比他們久 對 所以就 如願以償 就是也 難以置信啦 就是 連續十五 十五場都勝利 拿到三個冠軍 所以對我們來講 算是 肯定我們前一陣子的訓練 然後 就希望在奧運前 可以 繼續保持這個高強 就是正確的方式 然後 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冬奧可以打出一些好成績 這樣 我覺得 最不一樣一就是 我送給自己一個一千等級的 第一個一千等級的冠軍 其實我每年生日幾乎都是在國外 因為一月都是印馬泰 印尼馬來泰國 對其實 正常都是在國外 但我覺得今年比較特別就是因為 所以 是 很 久違的三戰比賽 再加上泰國又是泡泡區 然後還要隔離 然後整個 比賽的氛圍非常不一樣 再加上 又是 接受一千等級的冠軍 其實 我覺得這 今年的生日對我來講 這個禮物我還蠻 蠻喜歡的 哇 太讚了 很沉耶 還蠻有質感的 那時候我就看著他 一看到這些公仔 還 還開心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 太有質感 就是覺得說就是一個肯定吧 因為 像年中賽其實 也沒有人真的拿過冠軍 而且其實要真的要在年中賽拿到冠軍 我覺得是非常難的吧 每天都吃雞胸肉 就 那時候吃到有點 有點快發瘋了 就第一天來 欸那雞胸肉 第一天來 還不錯喔 有肉喔 吃一吃第二天 怎麼還是雞胸肉 到第三天 又是雞胸肉 他換一個什麼 淋一個什麼 那個椰子 還有什麼醬 就想要打發我們 哪有那麼簡單 到第四天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吃到有點快不耐煩了 就每天都雞胸肉 雞胸肉 雞胸肉 我後來就直接叫客房服務 叫一點牛肉 或是來均衡一下 然後那時候 在泰國隔離的時候 比較緊張的就是 剛去沒多久就聽到有 其他隊伍確診 可是他們不是在裡面感染 可能是在轉機 對飛行途中 對 受到感染或什麼 但是 還是蠻緊張的 因為畢竟 這個疫情 對我們運動員 其實影響蠻大 因為你也不知道說 得了你是輕還是重 重的話一定影響到 飛骨葉功能 那你可能運動生涯就結束 但輕的話你也不知道 會不會留下後遺症 對 所以就那時候還是 自己蠻小心的 2014年 一直帶我到2018年 中間雖然 他是 對我蠻嚴厲 也不是嚴厲啦 就是 講話就是比較直接 應該說不好的 他會直接跟我講 那我也是 經過他這樣調教 才能習慣國際賽場上的強度 然後才有累積這麼多經驗 而且他一直都是最懂我的 所以 他從 我的搭檔 然後轉變到我的教練 對我們來講 幫助是其實我覺得是 最直接的啦 因為他 從在我身邊 就已經很了解我 然後在 現在轉變到我身後 更知道說 我應該要訓練什麼 或是我必須要去增進些什麼 對 所以其實我對他真的是 他 他真的是我 羽球上的 這一路上 最大櫃的 從我一個毛頭小屁孩 14年的時候 第一站台北公開賽 就帶我闖進四強 然後到後面 我們好像是 真正有成績 就是 開始起飛算是17年吧 我們2017年 才拿到第一個 國際賽的冠軍 然後 那一年就連續拿三個 17年的中國 然後台北公開賽 跟紐西蘭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 排名也慢慢往上衝 最後就是衝到第四這樣 然後年終賽我們也 第一次闖進四強 然後四競賽也打過前師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跟學長其實創下 蠻多回憶的 然後真的也都很謝謝他 就是可以這樣子一直 不吝指教 就是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我問他或他都很願意教我 然後才讓我有辦法 在國際賽場上生存 對然後再得知里昂有機會 他會從別的球團過來 他也願意就是 退居到我 當我的教練 其實他真的要打 我覺得 其實還是可以打完 這一屆奧運 但是他覺得說 就讓我們兩個年輕人去 去拼 去從 對所以很謝謝他就是 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也在後面 輔助我 讓我們今天 可以有這個成就 那還有就是 土地銀行就是 松遠教練 一直以來 我從高中 就是土營的選手 然後他也是最了解我 像是當初 我那時候高中搭檔 小吳 吳曉玲 那時候 對他一個個人因素考量 轉到其他球員 那一段時間 我是沒有搭檔的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也蠻動搖的想說 是不是 因為可能 其他年輕選手 都在比的球員 那我是不是要 考慮去換個地方 去再去拼拼看 可是那時候 是人家跟我們講說 你就是 練好自己的 我們會幫你安排好 對所以他後來也把 紅銀學長 帶到我身邊 讓我從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比賽 正式比賽 還不是國際賽 是在全國團體賽 2014年 全國團體賽在台東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對手是 李生木跟蔡家興 對然後那時候 我們是第四點 然後我們也是 莫名其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竟然 可以贏 可能他們因為打到我 就是阿木跟 家興學長比較 打到我這種 年輕的可能也不想輸吧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對 所以他們可以壓力比較大 然後我又沒壓力 就去衝 對所以那時候我跟 紅銀學長第一次合作 然後接下來就是 台北空間賽 然後就一直到 2018年年 所以就很謝謝 突贏啊 搜尹教練給我安排這條路 讓我 對 其實一路走來算蠻順遂的 我覺得 最近 因為原本 要出發去馬海西亞 結果因為疫情取消 因為原本是 打算是說 賽前 就奧運前有 兩戰比賽可以 抓一下近況 知道比賽 抓一下比賽感覺 跟最近訓練的狀況 但最近其實訓練起來 比較還沒有抓到 太多比賽感覺 而且狀況其實 說實在 還在調整中 對 所以不是到最好 所以希望可以 趕快找回 比賽狀態 然後把狀況調整到 好一點這樣 所以我就直接來嗎 對 副歌嗎 對 開心就好 你不要唱 不要 我不要唱 為什麼 留著你的 微信不善 為什麼 當初說好的話 不算 既然都已經決定 一道兩端 曾經的習慣 還是留了一半 今天的你是幸福 還是孤單 有沒有人 替我說 那句 晚安 一萬個秘密 正在心底 腐爛 不如繼續 糾纏 再把故事 講完 幫忙 不如接 你不要唱 哦